2022俄罗斯最新恐怖电影《冰魔》 冰冻十年的尸体竟然复活了 家里也开始发生可怕的事情 两个女人在雪中爬山 夜幕降临天气愈发糟糕 两人决定扎营露宿 等天气好转再前进 搭帐篷的时候却发现了一具男尸 尸体离帐篷这么近 睡的时候肯定不太舒服 两人只好把尸体移到了远处 夜里睡着后 帐篷却被人缓缓地拉开了 一个女人被声音惊醒了 看着拉开帐篷的男人 他吓得说不出话来 男人慢慢转回了头 那是一张恐怖至极的面孔 女人赶紧推进身边的伙伴 可伙伴早已被冻成了冰棍 警方接到报案上山查看 一个女人已经死亡 另一个女人严重冻伤 还有一具男尸 经过尸检发现男尸已经冻了很多年 但表皮却几乎没有破损 尸检员准备解剖尸体查看死因 剖开尸体的胸膛 一股鲜血竟然涌了出来 他立刻通知院方 尸体居然还活着 小美走进一辆废弃的中拉车里 他又来喂养流浪犬了 这时几个小混混也走进车里 声称狗是他们的 小帅强给小美一个教训 他掏出了一只手枪 他的父亲是一个警察 他掏出父亲的手枪准备装逼他 他安上了一发子弹 要和小美来一把俄罗斯轮盘 他先朝狗子开了一枪 空弹 第二枪朝自己又是空弹 他把手枪交给小美 轮到小美第三枪了 小美突然把枪指向外面 一声枪响 就连小帅都吓了一跳 他也没想到会是真子弹 一个大叔走了进来 他是小美的继父 他没收了小帅的手枪和子弹 让他的父亲带着他明天来去 虽然继父救出了小美 可小美并不灵清 甚至埋怨继父总参与他的生活 他和继父的关系很一般 两人一狗回到家 妈妈正在准备晚饭 还埋怨继父为什么把狗带回来 这时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医院找到了小美的父亲 一家三口来到医院 父亲正处于婚礼状态 但仍有生命迹象 母亲是医院的系主任 通过关系进去了看护室 看到眼前的男人 母亲有点不敢相信 他已经失踪十年了 居然还活着 突然男人睁开了眼睛 母亲冲到门外 他喊着医生 他的丈夫还活着 他睁开眼睛了 医生认为这不可能 应该是肌肉收缩而已 可母亲却执意把丈夫带回了家 母亲交代小美 看好父亲的监测器 并给小美讲了一些父亲的往事 母亲带着小美翻着以前的旧物件 还找到了一副积木 父亲曾经教过小美怎么玩 不过自从父亲失踪以后 母亲改嫁后 从未跟小美提起过她 可母亲的心里还是爱着原来的丈夫 从这天开始 她仍然无谓不知地照顾着植物人一样的前妇 可母亲的做法引起了继父的不满 自己妻子天天什么都不管 只照顾前妇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她提醒母亲 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从前妇身边逃走的 还打电话让我来帮你 两人也开始有了争执 小美在房里用积木试图联系父亲 她查到可以用过去的物品与婚礼的人建立联系 狗子突然大声叫嚷 小帅竟然出现在窗户外面 小美还是打开了窗户 让小帅进来了 两人其实已经相识很久了 继父突然冲进来 赶走了小帅 并警告小美 不许再与小帅见面 小美却让她少管自己的事 继父当得是真男 妻子耍脾气 闺女不听话 小美也很不开心 她拿着继母来到父亲床边 摸着父亲的手 开始支出继母尝试与父亲沟通 第一回居然指出了自己的名字 可第二回 指出的竟然是被杀了的单词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 小美连忙躲进床底 外面的人站在床边待了一会儿 便离开了房间 小美刚要钻出来 床穴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床上的父亲竟然全身开始抽搐 轻轻握住父亲的手 她才慢慢地稳定下来 女人正在锤打着鲜肉 突然一双手慢慢盼上了她的肩头 鲜血染满她的果狗 继父突然冲进房间 大声喊着女人的名字 女人很平静 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自从复活后的前夫搬进家里 房间里就总让人有着不舒服的感觉 妻子除了照顾前夫 对继父也是莫不关心 妻父从噩梦中惊醒 她来到前夫的房间里 看着床上的男人 怕下掉尖心关闭了监视器 突然背后传来一阵笑声 她中头却什么也没有 再回头看向床上 她看见竟然是自己在床上抽搐 画面一转 妻父躺在地板上抽搐 而妻子仍然在吹大着生肉 小美冲进房间 看到妻父躺在地板上 她呼喊着母亲 结果母亲却一脸默然地看向两人 然后转身离去 把气服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她是患了中风 夜里小美回到家里 发现父亲监测器传来报警声 氧气已经又没了 她帮着更换氧气瓶 母亲却冲进房间 大声训斥的小美为什么关掉机器 然后她打了小美一耳光 转身趴在父亲的身上 医生正在看着中风的父亲 这面床不伤的女人突然开始抽搐起来 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警察来到医院询问医生一些情况 这个警察便是小帅的父亲 白天她还让小帅把她的枪拿回来 这小兔崽子拿走了自己的枪 让她气愤不已 小帅又找到了小美 本以为她是来摇枪的 结果她竟然想带着小美私奔 可小美并不想离开 她让小帅离开自己的家 小帅好像被前夫影响了 开始暴怒 突然掐住了小美的脖子 她让小美陪她离开 小美一膝盖顶在小帅的那刹部位 然后冲进房间关上了门 小帅在外面狠狠的撞门 突然小美身后也传来撞门的声音 她回头看了过去 竟然是年轻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撞开了门 打倒了母亲 并质问她因为谁要离开自己 看到年幼的小美在楼梯上看到了一切 她竟声细语地呼唤女儿过来 小美有点害怕父亲现在的样子 她逃到了房间里 父亲追上了小美 她安慰着小美 成年人吵架是正常的 她用小美最喜欢的游戏来哄她开心 突然父亲面目变得猙獰 死死掐住了小美的脖子 母亲在背后用垂肉器打倒了父亲 带走了小美 思绪回到现在 小帅还在外面祈求小美开门 小美却偷偷从后门溜出 开着汽车逃跑了 听到里面没有了声音 小帅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在里面她竟然看到了死去的狗子 后门的房门自己也关上 她尝试了几下却无法打开房门 一双手却蒙住了她的双眼 她猛然回头查看 什么都没有 放弃了手枪却滑到了脚下 小帅拿起手枪 狗叫声又传来了 她胡乱开着枪 试图驱走心中的恐惧 小美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 此时医院的继父也终于苏醒了 对面床的病人却掉落在地下 监测器屏幕也变成了显示器 那个病人正在向她缓缓爬来 双手抓住了继父 并把她拽到了床下 医生拉起了父亲 小美也来到了医院 继父问对面的病人是谁 可医生说几小时前 那个冻伤的女人就已经死去了 医生把前夫的调查资料告诉了两人 前夫的脑神经早已经死亡 可她的身体却还在运转着 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让她活了下来 小美的母亲出现一样 也许跟前夫有关系 医生跟随两人来到小美家 她想看看前夫的情况 冰冻十年的前夫并没有死去 可她搬进家里后 小美的母亲就如同附体一般 听到医生想要检查前夫的身体 母亲当时就愤怒了 她高高举起了垂肉气 她不能让别人破坏她的家庭 继父终于制止住了发疯的母亲 小美却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向父亲的房间跑去 父亲的房间里雪花纷飞 只有监测器还在工作着 小美想结束这一切 她的手缓缓按向一气开关 父亲的手突然抓住了她 发疯的母亲也完全压到了继父 一看挣扎后 小美终于按下了一气开关 一切幻想消失不见 母亲也清醒了 父亲房间里也恢复了正常 继父在楼下的仓库里发现了燃满血迹的垂肉气 还有死去的小帅 他把小帅抬上继扑车 把他抛尸在山上 警方也来了 他们拉走了前夫的尸体 警察问继父是否看到过他的儿子小帅 他打了几次电话 都没人接听 继父当然是不会承认了 警察并没有吸引儿子的下落 只是怀疑前夫的死很离奇 一个失踪十年的男人 突然复活回来 又这么突然死去 他要仔细调查一下 警察突然看到仓库门上的枪洞 打开房门 他竟然看到了死去的小帅 可继父明明把小帅抛尸山头了 他怎么还在这里 警察疯了一般冲向继父 打晕了他 医生又开始化验前夫的尸体 按理说前夫死亡时间约两个小时前 可从皮肤状况来看 他的死亡可能是几天前 因为所有的代谢功能早已停止 苦难的速度也非常快 经历了小美家发生的事 医生荒诞地认为难道是有恶魔在他的皮内吗 突然身边的镜子里 后面蒙着白布的尸体好像缓缓坐起 他回头查看 尸体毫无异状 医生觉得自己应该快点离开这里 他刚要洗手 后面又传来了声音 前夫掐住了医生的咽喉 可画面里却是医生自己掐住了自己 慢慢地倒在地上 警察把继父带到了山上 他要替儿子报仇 继父发誓自己没有杀害小帅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转身向后跑去 警察居然引枪自尽了 这波操作是真不明白 小美帮母亲盖上了被子 紧紧躺在了母亲身边 母亲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当小美醒来 身边的母亲已经不见了 她举起蜡烛 在房间里寻找母亲 此时母亲却像梦游一般 在餐桌前用着刀砂之空盘子里的空气呢 突然妈妈用刀刺向小美 小美逃到楼上 关上了房门 妈妈在门外砸着房门 窗户外的雪地上还站着另一个妈妈 小美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继父也赶回了家里 可两人怎么也打不开大门呢 屋子里回荡着母亲的笑声 继父找到了一把斧头砸开了房门 小美在仓库里看到了前面的母亲 刚要回头跑 母亲居然从后面出现推倒了她 举起刀子向她扎去 继父及时赶到按住了母亲的手 却被母亲大力出奇迹甩飞了 直接被撞晕了 眼看母亲冲向继父 小美喊住了她 母亲虽然矢口否认 可她的表情已经出卖了她 继父也醒了过来 看着雪坡中的妻子 她抱着小美安慰着女儿 故事结束了 可能是前夫存在着家庭暴力 为了离开前夫 母亲想得到继父的帮助 却跟继父好上了 前夫发现了妻子给她掠 反而被妻子失手打死 而前夫的冤魂一直让她的身体活了下去 当再次返回家里 便开始了报复 经过屋子里的人都被冤魂影响 出现了幻圈 现在所有人都死了 继父带着小美也离开了这个房子 可他们没有看到 二楼的窗户里还站一个女人